各位大家早安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市政府公务人员训练中心 那我今天呢 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呢 叫做Publisher 2016 Publisher 2016 它是一个制作海报 电子报 文宣 的一个小工具 我讲说小工具是因为说 大家好像都蛮习惯使用微软的产品来去制作 所以呢 在这个课程里面 电子报已经很四围了 四围到已经没有人在 想要再透过电子邮件来去做宣传 所以呢 我只能尽可能的把 就是说海报制作 把它加强一点 丰富一点 还有就是 除了海报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还有一些 可能可以发挥的地方 那哪些地方是可以发挥的呢 就是除了刚刚这些文宣以外 我还会去想一想 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 公家机关要去国际参加一些就是海报的一个等于说是公布或发表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在学术界这个地方 我们事实上就是使用的方式是用PowerPoint 所以我也想要介绍PowerPoint的制作简报的方法让我们去了解 另外如果真的还有时间 因为这套软体不难 真的不难 我就会希望教各位说那个线上免费的不用钱的制作海报的方法 也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所以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内容呢 无非是希望您朝公务应用或者是实际应用面来去思考 好 这是我们大概要花两天的时间来跟您分享 那这边有看到我们使用的软体是2016版Publisher 2016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 这个Publisher 2016版 你的环境是2016吗 可能不是 也许是2010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2010 2013 2016 大同小异 可是如果在之前 2007 那就不太一样了 那个时候各位应该知道 2007年的时候 电子报是非常火红的 到现在的术语叫网红 电子邮件几乎都会收到电子报 现在银行都不发电子报了 对吧 而且他现在还一直告诉我说 站单也要五指化 然后全部 我觉得最后弄到最后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电子报就完全会退出 好 那以前Publisher还有发行简讯电话 2007版 现在不流行了 现在你的手机啊 几乎很早收到09开头的手机号码 对不对 好 无非可能就是拿过来做一些验证使用 那简讯呢 好像也的使用的价值也不高了 反而是LINE啊 脸书啊 这些的一个行销 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接受到的 好 所以我就希望把我们的重点 是放在这个公务的海报制作 公务的文宣制作 而不是电子报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那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发行所谓的一个海报 让各位去了解 里面无非就是有一些文字图片 好 图片组就是相簿等等的应用 而且是跟什么的应用 是跟电子邮件的应用 这样子的应用法其实在Word里面叫合并列印 可是到了2010以后我们叫邮件 所以我想这大家就是你好像感觉这个课程 好像Word也可以做到 PowerPoint也可以做到 好像就是说你本身你本来就已经会了 可是我会希望说您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今天不是要纯粹做那个文字的排版 我们要把文字跟标题字哦 标题字是标题字图片怎么样去做排版 应该是放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teacher.son8.msa.highnate.nate 然后呢 这边我放了我的LINEID WeChatID 甚至我的教学影片直播频道的那个网址 给各位参考一下 然后呢 我的课程影片我都会把它放在这个YouTube上面 YouTube 也就是说到时候我可能会分门别类 把它按照章节来去剪好 剪好就放在YouTube上面 还会制作一个就是从头到尾的 可能是分Publish 2016创意海报制作 上跟下这两部影片 然后方便大家来去做复习 或者是说新的同学来去做学习 那当然第一件事情哦 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我的讲义啊 范例啊 我都放在HTTP S冒号斜线 GOO.GL斜线YTZ 大写的R这个字是大写 小写的X大写的T 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通常很多同学写信来问说 老师范例讲义不难下载 主要就是这两个字母 两个字母它打到小写了 好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两个字母要打成大写 我之前是在聚将电脑 就是担任总公司专任讲师 从新竹以北 甚至到台北是基隆 这都是我的一个授课范围 所有的公家机关我都去过 然后我的电脑专业症照呢 大概有三十多张 不管是城市设计 还有OBIS系列 Word 以色列 Powerpoint Adobe旗下的像Photoshop Dreamweaver 还有像例如说 那个城市设计的SCJP 然后CRM ERP Project 反正就是这些都是我比较专长的领域 后来呢 后来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除了我写了一大堆的书籍 然后交了很多年的电脑 我还希望说自己能够提升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硕士 然后现在已经念到博士班 然后我希望说 仅以我自己的一点 就是资讯工程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来去跟医生生物专家 一起共同跨领域的研究学习 然后解决人类的一个癌症议题 好 这是我的想法 那也希望就是说 而后呢 你不管是在那个 刚刚所说的这些电脑之后 我还专长于 就是像自动化程式开发 以及大数据分析 因为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分析 我们一定要跟机器学习结合 然后甚至去跟AI 然后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 行为模式的改变 然后让我们更早的能够去 就是让大家理解资料的可贵 像下个月 下个月我在 对不起应该说是明年初一月 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下网站分析 还有那个大数据分析的基础课程 就是希望说大家慢慢的把这个基础 就是资料分析的能力建立起来 好 期待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我也有留我自己的一些什么 例如说WeChat 这是真的给大陆同胞用的 他们问我的频率比台湾问我的频率多很多 真的多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加油 在Line ID 所以欢迎各位加入成为我的好友 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先去做那个 范例啊 讲义的下载 所以这个网址可能就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https冒号斜线斜线 go.gl斜线 ytz 大写的r 小写的x 大写的t 首先因为我要去下载范例嘛 怎么下载范例呢 首先我第一件事情当就是打开我的什么 Chrome 打开我的Chrome咯 打开Chrome 因为我给各位是网址 透过网址的方式 不过呢 在这边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大陆啊 它是连不进去Google的 好 它 它被挡住 好 那他们自己要想办法解决 好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网址 我就 就必须要输入 https冒号斜线斜线 go.gl 这前面都是固定的 所有Google创造出来的短网址都是长这样 斜线 然后ytz 大写的r小写x大写t enter 建议各位哦 是使用Chrome来去开启 那请各位找找找看 我 反正我有新课程 我就一直插入进去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学的话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标蓝色系列 有浅入深 请各位 欢迎大家慢慢去学 好 有非常多套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课程呢 我们今天课程是这个 2017年的11月24号 对 今天11月24号 海报 电子报 文宣创意设计 这边是不是有奖益 所以你就可以点它去下载奖益 这边有范例 你也可以点它去进行范例的下载 这边还不能点 这边都还不能点 因为这边都还没有开始上课 好 所以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你看未来我还规划了一些 就是我觉得 就是大家可能要具有一些 大数据的观念之外 我们可能还要去会做海报 还要会做影片 现在好像公务人员 什么功能都要会 甚至可能还要去学什么法律 会计 好 真的 大家也都蛮辛苦 但是我们一起来快乐的学习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好 我们就先去点选这一个 假设 假设你今天你想要去看到 那个电子讲义 电子讲义 你就点这个2017年11月24号海报 然后点这一个讲义下载 然后接下来呢 对不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容许我先登出一下 否则大家看到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好 在这个地方 这个海报 然后点选讲义下载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档案 我就直接让你可以打开 你看在这个地方 点它下载 好 你就可以把这个讲义下载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下载这个范例 我刚刚应该连结没有做得很好 我等一下稍微去调整一下 这边就会出现几张图片跟档案 就麻烦请各位就是点选下载的方式 把它下载下来 因为我应该要做成资料夹 方便你们去做一个下载 好 所以麻烦请你先进行讲义的下载 好吗 那画面我就先还给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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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